哈囉大家好 我是凱月 那我歡迎收看這一次的實況 嗯哼 那今天要來繼續弄我們的永恆冒險的 EP2 對 好EP2 OK 那總之 我們就來繼續回顧一下我們永恆冒險的故事吧 一樣由賽格特的這個成長日記了 對 然後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近況 對 我的路帕斯現在三轉然後五十等了 OK 那其他角色的話像 零 兩等 愛戴爾經驗值到79.7 OK 愛 小愛的話有八等了 然後小樂 掰掰 沒有啦 小梅目前22 目前正在接轉職任務了 OK 好 那敵奧的部分沒動 OK 那賽格特我們就是留到了現在囉 對 那賽格特的部分的話 我之後會就是轉職我會用GP 其他角色我可能就會花錢轉了喔 OK 那我們 這一次的目的地是在 好 我看不懂 OK啦 那 那 恩 賽格特基本上不打算 不怎麼打算花錢喔 對 那我們就先把這些東西通通丟掉 我們之後自己再慢慢賺喔 等一下 這個我覺得可以留著 我突然看得懂中文真的覺得好棒喔 阿不 我突然可以看懂永恆冒險的字 我覺得突然覺得自己好棒棒喔 超棒棒欸 然後欸 技能數的部分 OK 我們把它改成這個了齁 上次聽到西班牙文 就覺得 What the hell 對不對 而且那寵物的部分 我們還需要一點時間才可以把它弄到熟 因為 他們倒是有送一隻這個 酷羅戰士 我在想要不要裝 不過 還是覺得算了啦 對 OK 那我們今天的任務就是 從這個 加勒比海灘 起手啦 OK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OK 這個加勒比海灘喔 是 故事原本是說海邊出現了一些 騷動 就是這些怪物造成的 所以說 騎士團就派永恆冒險來 這個 平定這邊的亂喔 對 有人讓你們去死單外牆嗎 難道沒有收到暫時等待的命令嗎 沒聽過 對 然後他們就是在這邊 才正式被任命為那個 永恆冒險騎士團喔 那他們的任務就是要追擊卡薩伊斯 對 然後 他們的第一個任務 其實是從這裡開始的 大海超人 有沒有 現在夏天夏末了 趕快抓住夏末的時間來海邊玩啊 所以雅梅其實是 不聽小艾的話 然後反而聽利樂的話的喔 OK 橫行蟹要打7隻 藍波波要6隻 OK Blue Slime OK 這個我就看懂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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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你的 等一下 喔我的天哪 這個也是西班牙文 我的天哪 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找那種可以破解那個 繁中包還有韓沛包的人 然後 想辦法把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角色的語音 改成 韓文 不然我覺得會 我覺得會很非常不習慣的 久久 然後目前就是有考慮 另 GCR也去玩玩看的喔 等於目前有這個打算的 反正 角色育成這一隻是一定會有的啦 然後GCR之後 如果那邊是韓文的話 我就會待那邊 沒有啦 聽說還是應該是英文那樣子 比如說你會聽到 MTF 之類的 那隻鳥人發現我們喔 大噴錢喔 大噴錢喔 99 他剛剛那一砍其實還蠻痛的感覺喔 OK 接下來要往上走 其實這個海灘已經是 新版的地圖了啦 舊版的海灘背景 並不是長這個樣子 之前的S3大改的時候 很多怪物都換了樣貌啊 對啊像這些 潑潑其實以前長得更可愛 然後 欸就是一團 果凍的感覺 然後更不要提那個拉斯的 臉的模組 哇靠那個臉超屌的 五角形欸 喔 對這邊是後來有穿插一個巨型喔 是的 死在這種破爛小地方 對這邊是雷在找那個 Dior的時候的事情 這代表 欸 古代魔族其實已經開始在 欸 有行動了對 然後賽格特好像也在之後 欸察覺到一些異樣喔 但是他並沒有跟卡查伊斯起衝突 這樣子 欸這我們說起來等一下 小愛他老爸 有弱到會被卡查伊斯送進次元之門嗎 欸深等了 喔那個大個頭傢伙就是鳥人女王嗎 我想應該是 怎麼這麼吵 欸對 重點是他這個 畫得有點妖艷啊 對啊 所以他們其實到現在還是沒有說 特別的 怎麼講 還是沒有特別的去配合就是 他們的 欸應該說 就是他們還沒有完全協調好他們之間的默契啦 對啊 永恆冒險在這時候只是剛成立而已啊 應該說 正式 正式 成為永恆冒險 是這邊的 是 是 剛 剛正式成為 欸沒打到 剛正式成為一個團隊的事情 欸沒打到 啊 噢通通通通通 因沒打 你沒打 砰 好啦幹掉鳥人女王啦 啾啾 欸那我們就一次把四個 四個任務通通完成了喔 不會吧 我原本預計是打兩場這一關 然後再打個兩場下一關 OK 沒關係喔 學會新技能了 OK 欸 防禦 火系 火球系魔法 所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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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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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You know I need to leave 欸 因為要打下一關了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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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friend OK 好 飄也在線上喔 OK 然後另外的部分的話 我想去確定一下他那個 商城賣的東西有沒有中文名字喔 我想看一下 好 沒有 謝謝大家 沒有 然後他任務都沒有中文的話覺得有點可惜喔 然後不知道留下來的 就是中文 欸 台服的那個東西不知道能不能套用 上次整個套用是不行啦 應該是有內部檔案 不相容啦 對 OK 那這邊的獸人祭壇呢 我們一樣要去討伐獸人啦 對 然後這個背景也是重新畫過的喔 以前也不是長這個樣子 對 因為卡莎14的影響而變暴力的 好野人喔 最近不間斷的持續攻擊史丹喔 而且攻擊規模越來越大陷入非常危急的狀況 馬上去被好野人打的就是 超級吐槽天王欸 恩 好野人組長喔 他從卡莎伊斯那邊得到強大的力量 好多灰塵喔 那你幹嘛閉著眼睛說話 我只是 在閉沒養神啦 OK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上陣囉 欸 這邊有隻防禦力上升的 欸 攻過來啦 99 OK 這邊為什麼會有藍波波啦 一刀 往上斬喔 欸 這邊有一隻戰士喔 其實在舊版的時候戰士的模組是頭上面有那個紅色那一戳有沒有 那個是好野人戰士隊長才會有的東西 那他結果改版之後就變這樣子 覺得有點 粗糙阿 對 以前的野人頭髮是 好野人頭髮是橘色的 橘 橘 橘色的 OK 我記得哈比人跟好野人是共生的關係 對 應該是共生 對 因為哈比人不屬於獸人族嘛 但是 他們卻接受到獸人的皮膚這樣子 OK 他這邊很莫名其妙的冒出火炎龍來了齁 OK 你在看什麼 觀景台嗎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過不久就會有一隻火炎龍當我的寵物啦 哈哈 喔喔喔 對啊 我還記得我的第一隻寵物 火焰海德拉 對 那時候就是取火焰海德拉這個名字 哇 這一刀其實有點 痛阿 這一劍 OK 這邊是兩 兩隻戰士加一隻石頭獸人喔 再來 一刀 欸欸 沒打中他 可惡 話說 GCH的那個 難 聽說後期 後期副本難度調高了 覺得有點 有點87啦 OK 那我們接下來下一關是 好 又是 好野人跟 戰士的 領地喔 OK 我還記得其實以前 組長叫做那個什麼 金剛獸人的樣子 超帥那個名字 那是S10 S2還S1的事情呢 剛出那個什麼 貝勒米西亞的人獻的時候的 名稱 金剛獸人 我還記得官方宣傳說 跟山一樣大的金剛獸人 哇靠 跟山一樣大 打那那就不用打啦 欸 暗掉故事了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還會再打一場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喔 喔 喔喔 對對對 而且 他有個特點就是 像他的jump 如果你 如果被他 如果被他垂直揍到 會受傷 對 他這個是 我就覺得這個做的這一點做的蠻好的 掉了兩張卡片 謝謝大家我們收集到了獸人組長的卡片喔 請假嗎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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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 變中文了 99 OK 我們選3 好 傑恩的上衣喔 欸 10等了 又可以再學新的技能了嗎 我們來看看喔 疑似學會了兩個新技能喔 我記得以前我都用這一招喔 我們可以點點看這一招啦 那我們好像可以換上新的裝備了 我們來換一下喔 OK 我們能力值來到了 戰力指數來到了 3200喔 OK 我們來戰力指數了 好懷念喔 戰力指數 那個是在S5 欸不對 S4大改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稱呼的喔 OK 那故事看過我們就直接先跳過了 OK 那我們等下 MP2來試試看喔 希望他是韓文語音喔 對 因為 欸 他是 不用花錢的那一種 我覺得他有可能會是韓文的 雖然MP1已經讓我失望過一次了 說真的啦 說真的啦 本人對這種 遊戲系統的東西真的是外行人 就是說 不太懂了 OK 我們來試試看喔 好 OK 他是 西班牙文 OK OK 不過這招看起來蠻痛的喔 然後 欸 被鎖住的那一邊的話 是要 LV2會比較好用 對 我記得雙手那個會比較痛 單手的話好像 雙手會 抓住敵人 單手是不會的 OK 喔 這其實有痛喔 OK 火焰囉 納命來 其實我們這邊可以解釋為就是 欸 怎麼講 卡薩伊斯給了 好野人組長 一股強大的力量 然後 順便派自己的手下火翼龍來監視他們 然後結果 就火翼龍 火翼龍跟懶得出動 所以就自己派了 自家的小孩來監視他們喔 OK OK 那接下來 是 嘿 OK 這些獸人其實以後還會糾纏我們很長一段時間 而且 其實 有很冒險有牙種這種概念喔 就比如說 潑潑啊 就史萊姆的部分 有這個牙種的概念 獸人其實也有 在白鷹大地 有紅色獸人 那時候好像被稱為暴怒血 血獸人那樣子喔 對 但是我私下玩的時候其實都沒有裝漢話啦 所以說 還不太清楚 我忘記他的名字叫什麼名字啊 但是BOSS我都記得喔 OK 你就是這些好野人的組長嗎 就在那裡止步吧 就我看這傢伙應該不會被趕化的 啊 真不敢相信你們達到了我的部下 废話說說 來吧 想趕化他還是太勉強了嗎 我不是說了嗎 只能以暴自暴啊 OK好 他剛剛好像還有多一個爆炸喔 然後憤怒模式這個還會多砍一下 最後一刀 OK 掉了一張卡片喔 看來這MP2還蠻好用的其實 OK Yoshi 3分20秒OK OK我們完成任務啦 接下來我們要前往火翼龍洞窟 對那在前往火翼龍洞窟以前 可能今天就先到這裡吧 我說過這個系列 會常拍但是 不太想要 太長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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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可以來鑲嵌一下我們的東西喔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什麼重複的卡片可以鑲嵌的 好沒有 都沒有OK 卡片都是那個耶 西班牙文 我們可以來看整體卡片喔 對啊利勒跟拉斯居然還有這種畫面有沒有 我還蠻喜歡這張圖的其實那時候 吉布斯的臉 OK 那我們看來是還沒辦法鑲嵌東西喔 另外英雄商城裡面有在賣一些 以前沒見 就像這個連 連這個都有在賣 另外還有女王的寶石要500個喔 那他的能力是 兩倍經驗值對 然後這邊有90個可以買20個喔 5個買這個 對 還有這個艾蕾娜的喔 有點誇張就是他沒有模組喔 對他模組沒做出來 對那這 他好像 兩個師傅都沒有這個 叫什麼來著的 喔毀滅之塔對他沒有毀滅之塔 對大概就是這樣子 OK那在結束以前我們來完成上次沒有完成的事情吧 就是我們的 第一個頭銜喔 我們來挑戰一下喔 第一個頭銜我們要準備把他拿到手囉 喔是賽爺 對NPC賽爺 OK 喔 欸 掉兩個裝備 一刀 加速洗身OK 其實 欸 欸 我的那 就是EP1的那個時候啊 其實我還蠻感動就是 我之前在永恆冒險 台服的時候待的那個 會 公會的會長 他居然還跑回來看耶 其實 喔還蠻感動的真的真的 對啊 就是 我打算在後期會建一個工會喔 就是專門搜 不論是看我實況的或者是在台灣的 在台灣有玩或者香港也有玩的 玩家們 就是一個龜鎖這種感覺喔 因為 欸 只是屬於我們的 公會 感覺就還不錯啊 來自同一個地方 那就要好好的互相照顧一下 對不對 我是這樣覺得的啦 當然 GCR那邊搞不好自己也會有 創一個工會之類的 或者是大家已經有 自己所屬的工會了 那都沒關係啦 就是 我覺得會有人因為我拍這個所以入坑之類的 入這個私服的部分 所以我還 總得要負責一下嘛對不對 對啊 其實那時候不只會長跑來 其實我忘記會長怎麼稱呼 我就叫他會長而已 除了會長跑來看之外 還有 一些 老朋友回來看 我也覺得蠻 欸 蠻感慨的 對啊當然 就是你們可以自己去下面看有誰啦 我就不多說了 意料之外的人都跑來留言啦 然後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保留那個機制就是 就是 完成前一個地區的話下一個地區就只需要 欸 二分之一場的那個 的那個叫什麼來著的 就是 比如說打完這一關那加勒比海灘就只需要 打一 就是他原本場次的 一半就好了 不曉得他有沒有還有保留這個機制 我們等一下去看一下喔 一刀 防禦力上升好像不是變1.5倍吧 欸11等喔 等一下11等喔 那我這樣打火翼龍不是就只需要打一場了嗎 欸我想打兩場啊 目前EP系列大概就是 像這樣子的戰鬥呢 然後再外加一場冠軍模式啦 之後 轉職也會額外再拍啦 對 OK好啊 我已經有點釋懷這個西班牙文的部分喔 欸我們都已經來完人家的師傅了就不要太挑剔了啦 真的 我想再挑戰看看骷髏戰士欸 感覺有點自虐啦 感覺有點自虐啦 我這回有把握就是 打骷髏戰士我會喝水 而且 火翼龍那邊 我會多待一場是因為 如果運氣我想要拿他的火翼龍戒指啦 OK我們要血池了 Super等一下 為什麼他Super 啊沒打到 等一下什麼 不要這樣鬧我好不好 喔Danger 喔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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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居然被他斷魔了 喔沒打到喔 喔 有打到欸 贏啦 JO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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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er we are victory OK 成功啦 JOJOJO 死單守護者成功獲得称號 OK 我們還拿到了好多道具喔 沒關係全部賣掉 這些 也用不到的通常賣掉 喔喔太多了吧 大哥你會不會給太多了 我這樣走走捏 我會這邊多一個火翼龍的這個地方囉 技能輸得多了什麼呢 欸狂之憤怒 還有文靜憤怒 那我會選的狂之憤怒喔 文靜之後再說啦 必殺技的部份 對這個 這一招也不錯 然後這個也很強 這個也是喔 我只能說賽格特技能我都很喜歡啦 喔 裝備的部份 OK取得 死單守護者 再來這個是 獵鳥達人 三小海灘 三小祭壇 火翼龍洞窟 三小神 三小沙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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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小牽手炎 三小俠戰士 OK那我們先套用一下他的這個喔 對 好來看一下喔 FIRST IS 這個是 陰陽師喔OK 那其實在卡片這邊喔有幾個絕版的我一直在想辦法找到他們 但是似乎是已經確定把他們拔掉了就是 機械殺手啊機械戰士這些的 然後目前只剩下黑暗版的跟強化版的 機械戰士 就這一張 一般的已經不見了 卡柴伊斯共機械加270OK OK 是神耶 耶我一直都覺得這個科可樂其實還蠻可愛的喔 M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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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桑納托斯 這個其實當時是最狂的一個 的那個卡片喔真的 對阿 對阿 對阿後面就比較偏向於一些角色卡了之類的 還有這個也是很可愛啦 對 那另外 就是其他角色的部分喔 我看一下喔 像賽格特 下一次我可能就會先把 萊恩解到手了 阿 阿 阿萊恩的任務勒 欸等一下 等一下 萊恩的任務呢 喔唷 喔唷在這裡在這裡 不要嚇我 OK那萊恩的任務的話 要8個什麼東西之類的 對那總之就是 這個 解任務的部分我們從下回開始喔OK 那 就是固定大概半小時到40分鐘啦 那我們下一次就會把這個 加勒比海灘的 頭銜拿到手了 OK OK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YouTube下方 點個訂閱 以及喜歡 就可以得到週末 每週獲得不定時的最新動態 那也可以到粉絲團按個讚 Twitch 按個追隨 Twitch 按個跟隨 那就是這樣啦 那我們的Granetress History 就先到這邊結束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發現每次講最順的 就是最後這幾句 OK好 我們今天的頭銜到手啦 然後下一回 我們要從火火翼龍洞窟開始進行了 那這個東西 我也有想辦法把它弄到手 OK那就先這樣子啦 我們下回再見囉 大家拜拜